虽然目前来看苏玛的RX6000系列显卡皆为虚空 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但AMD似乎学会了一个VDR一样的套路 不管能不能供货 我只管发布新显卡 所以最近关于AMD代号为XTXH的新显卡又有了部分新消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不用多收大家应该都知道 AMD在去年发布的RDN2架构显卡非常成功 不仅在能耗比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而且更是因为旗舰显卡RX6900XT的出现 让A卡有了重回高端的绝情 但由于没有专门用于光追的核心单元 进而导致了RX6000系列显卡在光追游戏方面的表现 均不敌NVIDIA的竞品 不过除开光追以外 RX6000系列的整体性价比 确实要比老黄的RX3系列强上不少 可老黄似乎根本没有把苏玛放在眼里 仍然按照计划不断扩展自己的显卡阵容 所以苏妈这边不可能针对每款RX4300系列显卡 都要推出与值强硬的竞品 只能对阵下摇 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消息也在表明 NVIDIA目前准备显存为20GB的RX43080Ti 用于狙击AMD的RX6900XT 但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不管苏妈推出多少新显卡 都会受到老黄的精准打击 所以面对NVIDIA这次的顾忌重施 AMD方面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日前有部分网友在AMD提交的USB协会组织的信息名单上 发现了三款全新的GPU型号 分别是XTXH、XLE和NASHA POINT 其中XTXH和XLE就用于Big Navi核心的具体型号 而最后一款NASHA POINT则是GPU的具体代号 根据此前AMD已经发布的RX6900、6800C的显卡可以知道 它们都是基于Navi21核心打造的 其中6900XT采用的是Navi21XTX 6800XT采用的是Navi21XT 6800采用的是Navi21XL 而此次的NASHA POINTXTXH和XLE的三个新版本 所以明确指出是Navi21核心还是Navi22核心 但可以肯定的是Navi21XTXH的概率要更大一点 然而Navi21XTX核心本身就已经是满血版了 所以这个XTXH的核心要么就是用于RX6900 要么就是属于Radeon Pro专业卡系列 但目前为止AMD并未推出Radeon Pro专业卡的打算 所以前者的可能性仪是最大的 根据此前的消息已经确认了 RX6900将拥有16GB的GDDR6显存 整卡性能比RX6900XT略弱一些 但对标的肯定是老黄的RTX3080Ti 另外一方面这张显卡还保留了Type-C接口 支持USB2.0、USB3.2数据传输协议 更重要的是还支持了27W的PD快充协议 难不成这是专门为VR眼镜准备的 要知道老黄的RTX30可是全线取消了Type-C接口的 而AMD不仅保留了这个接口 还增加了PD充电的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显卡的附加价值 最后如果XTXH和XLE的两个核心 就已经确认的话 再加上此前的XL、XT、XTX3款 也就是说RX6000系的显卡 将会拥有超过5款以上的Big Navi核心 完全可以和老黄的RTX30系打个来回 但最为关键的还是 你们有本事到时候把货拿出来 不然说什么都是空气 就目前来看各位是占老黄还是苏玛呢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强 我们下期再见